教練 教練就想說叫我輕鬆的舉一下 對 然後因為其實在奧運後 就是比較多的一些邀約活動 那訓練的話也是沒有 沒有到像備戰的時候這麼正常 然後當然在全單運的前一個禮拜 就是有比較恢復啦訓練 然後這場也是 就是對於自己在過去的 一兩個禮拜的訓練做一個狀況調整 對 然後在接下來就是在全運會的話 也是會參賽這樣子 其實奧運那時候的最後一把 其實手腕有用到啦 對 所以其實還是要保護自己的一些傷勢 然後也要讓他做一些休息跟調整 對 然後目前的手腕的狀況是有越來越好 我會參賽 然後當然教練也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 然後跟團隊也是 也沒有說一定要達到怎樣的成績 然後就是順順的這樣子 就是還是以防傷防病 然後將還有就是自己在本身的一些傷勢的 去做一些恢復處理跟治療 就是他還是以這個為主 然後還是會把這個重點放在明年的亞運會這樣子 我知道他前一陣子的狀況是沒有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在訓練中心都有看到他的一個 對 因為那時候比較會怕敏感 所以也不會特別去問他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像昨天這樣願意這樣子 就是說出自己在過去的一些治療的一些心情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 然後也很棒 我覺得他能夠成為 我覺得他能夠成為大家的力量 就是讓大家有可能類似遇到同樣的狀況的時候 都能夠在就是跟他用一樣的那種面對的那種勇氣 然後去面對自己這樣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練習真的很棒 然後也希望自己能夠就是向他看齊 對 接下來我相信就是能夠很勇敢的去面對所有的挑戰這樣 對不對